百事实,看真假 近日,包括彭定康在内的119名 来自23个国家的议员和政策制定者 签署联合声明,谴责北京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而中方表示,英国对回归后的香港无主权 无监督权,任何国家都不能借口 中英联合声明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标题党啊标题党 哪来的彭定康联合声明承认香港是中国的 哪来的中方表示香港是英国的 客观啊,您别急,咱们来看事实 看看我的脑洞开得合不合理 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还是北京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基本也代表了中外民众对这一事情的看法 对同一事件的看法有如此大的冲突 一定是在一些基本问题的认知上存在分歧 与其争论,不如来看中英联合声明的具体内容 以及外交部是如何霸气回应的 那是1984年的 不受干扰的串缅管车实施 是中英两国的共同利益 也是我们双方共同的在任 12月19号,中方和英方签署了联合声明 内容如下 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收回香港地区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形势主权 二,联合王国政府声明 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如下 华重点 其中包括 第二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之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除外交和国防 注意,外交和国防事物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 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三,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 十一,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择维持 十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和本声明 附件一对上述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 并在50年内不变 50年内不变 50年内不变 这里,彭定康为代表的来自23个国家的联合声明 谴责国安法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 这里,无外乎是因为北京声明上述方针50年不变 其中包括香港拥有高度自治权 同时社会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 这个很明显的是和第三条的第二,十一,十二条例是相违背的 但是维持国家安全怎么说也不会错吧 我们来看央视是如何霸气反击的 论据是否充足 中方理所当然做出必要的反击 央视新闻的反击主要包括以下五点 其中第五条提到了中英联合声明 这里表述的是 中英联合声明中没有任何一个字 任何一个条款赋予英国在香港回归后对香港承担任何责任 英国对回归后的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 任何国家都不能借口中英联合声明 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纯属伪命题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中国外交部2017年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到的 中英联合声明作为历史文件 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在这条发言之后几年 中国外交部经常引进据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是这样回击的 我想强调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香港事务属中国内政 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就中方恢复对香港行事主权和过渡区有关安排做了清晰划分 现在香港已经回归祖国怀抱20年 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 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对中国中央政府 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 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 这里说的行事主权和过渡期 是中英联合声明第一和第二条 香港领土归中国已经执行 主权属于中国 那么和这有同等地位的第三条是否需要被执行 这里说 归还中国后 涉及香港的问题 已经在法理上转移至基本法的范畴之中 与英国不再有任何关联 作为法律文件的中英联合声明 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按照这种逻辑来推断 联合声明当中的内容可以改动 那么第三条可以改动 那么第一条和第二条也可以改动 那么如果第一条第二条改动的话 那现在香港还是不是英国的呢 联合声明总不能部分可以改动 部分不能改动 这不就是双标狗了吗 好比你买房子的时候 政府有个条款 买完房子 房子归买家 不归卖家 十年之内不能买卖 你总不能把房子买下来之后 过了一年你说 房子已经是我的了 能不能买卖 我说的算 因为房子是我的 下面再看央视反驳的第一点 第一 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 不容外来干涉 不干涉内政 是全代国际法基本原则 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这一条非常赞同央视 各个国家之间应当尊重国际法 这里提到国际基本法 我也进行了维基搜索 根据国际法现行的基本原则 和实质原则 其中包括 诚信原则 互不干涉内政 这里彭定康谴责的是 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 也就是谴责中方 首先没有遵守诚信原则 要是 法国的第二点是 维护国家安全 历来是中央视权 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英国如此 中国同样如此 历来是这样的 说的没错 我非常赞同 但是香港是自治区 在声明中说的很清楚 香港高度自治 只有外交和国防归中国所有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负责维持 50年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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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举卖房子的例子 好比大部分商品房 买来之后 可以马上出售 但是你的房子 是公家分房 公家分的房子要求 不能随便买卖 如果有人签了这个合同 买下房子 准备出售 然后说 房子已经是我的了 别人家的房子可以随便买卖 所以我的也可以随便买卖 这里还引述了第三和第四条 第三和第四条不涉及中英联合声明 在这里我不做具体分析 你愿意支持或者反驳这种观点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看国内的新闻 还是国际上的报道 说到这儿 我顺便说一句题外话 我这个视频呢 做的目的就是摆事实 看真假 我不赞成的讨论方式是 双方各自一词 互相喷 对对方提供的证据 表示怀疑的时候不是继续自己去搜索这条新闻 是不是值得相信的 而是引出另外一个话题 这样争辩的结果就是嘴巴上过瘾了 但谁也说服不了谁 所以我支持的是 如果你对对方提供的证据表示怀疑 请自行搜索 大家一起进行讨论 总结为一句话就是 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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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摆完了上面的证据 我的观点是 国安法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 原因如下 在中英联合声明第三条中明确规定 50年上述政策不变 其中包括 香港特区社会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维持 香港拥有高度的自治权 除外交和国防事务 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 如果根据外交部的说法 第三条不具有现实意义 可以改动 那么第一 第二条也不具有现实意义 也可以改动 香港的交接仪式也不具有现实意义 也可以改动 所以彭定康表示 中方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 是因为尊重联合声明中的第一和第二条 香港归中国 而中方否定联合声明 也就是否定其条款 称其只有历史意义 也就是不作数 那么第一第二条是否也应该不作数 这样说来 香港是谁的呢 如果中共继续一意孤行 继续表明中英联合声明不作数 是不是得把香港往外推呢 好了 今天的比较是历史回溯 在这儿 对中英联合声明感兴趣的 请翻看我视频下方 发出的链接 中英联合声明 一共含三个附件 只需要十分钟 即可知道主要内容 今天我再多说几句 开始呢 做视频也有一个多月了 一切都还在摸索之中 所以每一集呢 都在不停地切换风格 看看哪样的风格 能帮助大家看到实时真相 也能让更多的人愿意去探索 寻找真相 如果对我的节目有任何建议的呢 也请留言 在这儿也谢谢大家 最后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 记得点赞订阅和传播